在上一周的综艺节目中 停播许久的极限挑战终于在观众的期盼中复播了 这次复播也是相当低调 不仅调整了档期 还直接将原本设定在该季最后一期播出的极数一致 复播第一期播出 似乎也表达出了节目组 借节目内容向观众传递新声 这一次的复播 真的是相当不易 从突然宣布停播调整以来 每周观众都要关心一次极挑复媒复播 而关于停播的原因 也是众说纷纷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内容过于娱乐化 有叛徒内奸等负能量内容 所以避开了下半年需要减少娱乐化的阶段 第二个说法是 因为别家台极度 所以遭到举报 其实无论是什么原因 极挑这个节目的降薪制作 都是随时能甩掉一堆同类型的综艺节目的 也是该领域中的佼佼者 而在最新一期中 更是将戳新的节目内容 刻画的细腻又入新 比如每一段都唯美异常的字幕 看了让观众都要哭瞎了 而这一切当然离不开节目组的用心 这期节目不仅让观众泪目 连男人帮也少见的个个都红了眼眶 当镜头扫到节目组时 大家也都眼泛泪光 尤其是该节目的导演 仿佛瞬间像老了十岁 虽然脸上还笑着 但也是苦笑 头发都快凸顶了 如今复播也很不易 节目组为了能够调整播出 估计也是没少花费心血 而在这期的最后一段花絮中 节目组导演出镜 表示向此而生 也传递出了节目组的决心和建议 生命运出镜